大家好,我是巴仁 這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帶來兩部TLV NEO最新推出的 SUBARU & PRIZER SPORTS WAGON WRX STI VERSION 6 即是VI 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有頂架,一個沒有頂架 後面一看這間車房就知道這間車房是不改數把佬的 不要緊,我們可以開箱開數把佬 一看就看到了,是不是 左三代,右邊的VIRGON 中間那一輛不用理會,那一輛不用拿走 也找不到這麼短的三領把 若果三領那些小車有出1.64的話 就可以放在中間,沒有,唯有先放在另一輛 這輛是藍色的才開,黃色的才開 因為黃色的一開我就忍不住 藍色這輛,反而我們看一輛就沒問題 黃色這輛真的離譜,我先說一下 黃色這輛車,我看了兩輛 兩輛都是這麼差的 因為玩具一國的Policy,現在是 只能夠讓你看兩輛 兩輛都不行就幫不了 看完兩輛都不行 很少可說看到第二輛都不行 即使第二輛差一點,比第一輛還好 但兩輛都不行,我真的看了兩輛 這輛真的真是尷尬 而在星期五會拍的S800 也有這個問題,我真是被他吹了 S800 藍色這輛好少少 我待會再拆開給大家看看, 藍色真的做得比較漂亮 藍色比較漂亮也好, 黃色其實不算最大路 Hobby Zipel 出了四門, 出五門旅行車也可以 給大家看看, 寫明是Wagon TLV是做到它要做的事, 但是這一水的TLV, 我個人認為都是相差一點 就是相差很多 這架是藍色的, 大家看到嗎? 沒話說的, 如果你說我都不是特別喜歡的, 其實買一個藍色也夠做 就像我這樣, 我想要買一架回來, 旅行車漂亮的, 我覺得值得買 買一個藍色回來, 然後就出黃色, 那我才再買 如果是如此類的, 其實我是沒有需要再買的 除非它兩個人出白色, 有些改動力, 連輪不同了 可能我都會買, 但應該就未必 因為藍黃都買齊了, 難道它會出一些顏色, 也是我喜歡的 其實都是原廠有的顏色, 對吧? 其實都沒有多少顏色選擇, 對吧? 黑白, 銀, 藍, 黃, 還有什麼? 沒有啦, 對吧? 難道有粉紅嗎? 有粉紅我都不敢買 好, 那我先開黃色這架, 這架真的要賺錢 黃色這架是送行李架, 版本應該有點不同 因為我上網看到有人在笑, 有沒有搞錯啊? 黃色那架有頂架, 哪有跟賽車椅子的? 但掃把佬的東西我又不太熟 我又沒有再看清楚他的帖子怎麼說 我只是看一看, 在罵有賽車椅子 唯有當它後來改了 應該是有頂架版本, 是不是沒有賽車椅子 應該是有一點點... 嗯, 版本上是不同的 我猜是這裡有一點點不同吧? 那黃色那些什麼要少呢? 不知道, 哎呀, 糟糕 不知道攝錄能不能拍到呢? 啊, 拍到, 很明顯的 這個牌尾的 即是, 你在收我百多元這個價錢 你也是在犯賣116元的時候那些錯 真的過分了一點 而且那條泵把呢, 有時那條泵把裝陷也有一點點問題 不是只是車牌 所以我真的這輛, 我看得到真的把火 還要再加上呢, 這輛車是斜的 是的, 不太過眼的 這輛我都已經好像看過沒有那麼嚴重的那輛 其實S800, 紅色那輛呢 都斜得幾交關下 不過我相信它有避震呢, 壓兩東西呢 又好像沒事那樣 哎呀, 那就留下星期五再說吧 那給它看一看 又沒什麼大問題呢, 這輛就OK啦 叫做 有啊, 沒什麼大問題 嘩, 頭怎麼回事呢 嘩, 頭怎麼回事呢 貼了一些髒東西 摘不摘 摘得掉, 哎呀, 幸好 待會摘不摘了, 真的含得瘋了 其實其他東西沒什麼大問題 但我個人比較擔心就是頭泵把 現在打了燈去看它 又不是太過眼了 嘩, 摘不摘啊, 糟糕 我先摘一摘 這是什麼糟糕呢 怎麼貼在頭上啊 拿車的時候都沒有的 又不是我的手指不乾淨啊 涼都沖了, 還有不乾淨 那給大家看一看 聽說賽車椅子好像差一點 不好看啊 我 都不要緊啦, 看到它的尾巴就 怎麼樣呢 它旅行車有剩下的東西在這裡 擋一擋, 讓你看不到那個 什麼都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其實 是頭本把出來的顏色呢 我怕, 嘩 拿開在沒有燈的地方去看 不過這樣說 我會覺得如果沒有打燈 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又不是會差很多的 至少沒有一開頭 一開頭去用膠幫把 就是拆件做膠幫把 就是那些EK啊 或者那些露筍做得那麼差 露筍橙橙黃黃那一架 整條的幫把一看都知道 是不敢對 整條是膠啤出來練 把顏色倒進去 噴都好像沒有噴過油 這架看起來似是有噴過的 有一點點噴 總之噴一股東西在這裡 可能都是 夠膠還是都是倒的顏色 但是起碼是對覆到顏色先 這個很重要 如果這架車不對色 真是很扣分油 我現在不是玩舊化 好像這樣 我跟真車做的真車是有舊化的 鴛鴦色的 頭沙板和頭沙板 頭門和頭門 尾門和尾門 尾沙板和尾沙板 四隻顏色都有不同的裂套 你說真的誇張到這樣 我那架也沒那麼誇張 但真的拍照出來很酷 我駕駛了個車 想想 屁股能駕駛上白家道 夜景看起來一定很漂亮 再借好少少的東西去拍 一拍摸 來個臭街 一打開就像 屁股 鴛鴦到 鴛鴦到不鴛鴦 整個車都要劏開一半 前面淺色一點 後面深色一點 將照片都不好意思拿出來現世 不過起碼叫我先拍過 還真是心想 這架車都應該很久沒試過 可以上到100度水溫 塞車不算的話 都沒試過開到100度 100度 難怪好像聽過以前有些人說 老爺Bans 那時候還不是老爺 那時候還不是老爺 有些人 不知道從哪裏聽回來 如果觀眾有看過這條片 我忘記了 總之有一個應該是家裡有些錢 就說以前家裡的爸爸 就買了W116 S-Class 為什麼要買W116 因為這輛車駕駛到山頂 沒有那麼熱水滾 不是不滾都滾 但未至於滾到會中途死火 那你想想 當時上山頂的路 尤其是那些路是窄的 我也是第一次走山頂 早晚走 那路這麼窄 以前有些人駕駛大車 是怎樣上去的呢 難怪車這麼容易水滾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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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是慢慢走 可能要開冷氣 都已經是拿著100 那我不敢說 如果我再上去 那些水滾不會再飆高 都真是搖 因為平時我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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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我覺得真的不可以 而且那些車的底盤做得很差 金水可能 因為這個帽子始終是第一次出 那可能裝嵌方面 我想 運到回去應該也有駕駛 可能不去投訴 那我想日本廠方那邊收到 應該下次就叫阿姐放好些了 應該 那因為TLV底盤歪 都算是傳統來的 基本上是 都玩回 三四年左右 三四年內新款那些 都有尾底盤的問題 視乎車的設計而定 有些人尾到整個輪胎 都試過 不過那輛貨車來的 是以前那些軒老頭 以前軒老頭兩口 兩口的拖頭 試過真的拿回來 你媽媽整個輪胎 我都不知道 找一顆 我真的 嚇到牙籤 那輪胎下來 都不會碰地 真是被你吹醬 再不要說 三奇麵包那輛 我真的 你媽媽到現在 一口氣都不是很嚇到 可能我沒有 那件事 但一說我又無名火起了 不過現在有點眼睡 就算了 真是被你捕狗 好地地 一架車 整個屋仔 向後斜 我真的被你吹狗 所以 至於今個月的 TLV的預訂 看完之後 我的河班 應該笑了出來 因為 它那輛有活動尾翼的 不知道GT-R 有什麼東西 一定不適合我 這麼科幻的車 雖然它有一個活動尾翼 為什麼活動尾翼 不放在 Lansia FEMA 有FEMA 就好 FEMA是活動尾翼的 不過又可能做不到效果 這個HILUX 又 擦色 其實白色那一架 我後來再看照片 我有少少衝動 不過 還是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說開入油 又是慘的 真的 哪有什麼慘得過 去油車行 看到 尤其是我這些 對於那個油 那些油均一開始跌 我就開始有這個 就是那個 心理就開始受到影響 就開始有些 月經前緊張那些 那些 那些的焦慮 那 去兩間油站 都說是沒有Discount 再對於我這個空隙來講 入油沒有Discount 當然是晴天霹靂 因為你也知道 作為一個V power 打手 那一定要去回Shale 為什麼去完機場那間 又說轉了什麼 Shale Go 心想 糟糕 那我就看一看 洪水橋好像沒有份 那我走團赤過去 又到洪水橋 糟糕 又是 變成Shale Go 我又 立刻下載不到Apps 搞了一大圈 最後 又要出去市區才有 真是 糟糕 不過 下載了Shale Go 更糟糕 仍糟糕 香港島一間都沒有 全部在 九龍新界 真是 糟糕 真是 真是 該下載的時候 就下載了 如果 作為V power 打手 勸喻這麼多位 會用Shale 可以盡早下載 不過 如果是 如果是香港區的話 可能香港區 入開又真的 不下載了 但如果你是 在九龍新界區 入開Shale 我想你應該 神早下載了 偏頓 就見餘 數目 根本 沒有 就要 看這音 plantation 我 不是 各位 今天 Riv 可能就交到貨就算了,還是買個款回來玩玩而已 應該都未必會再買的,但我心愛的黃色,還是奶黃色,竟然這樣炒粉 我真的有點不太開心,讓大家多看這兩輛車 這條金色鈴都能出到神髓,雖然覺得不太全神 但以TLV的價錢來講,都給你了,還想怎樣 在QC不可以,又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問題是見到,又是你,又是你,心情有點像爬龍舟阿叔 被隔離隊龍舟撞到頭,是被龍舟Headshot 那種感覺,大概減三分一 又是你,又是歪的車,每次都是你又是那種感覺 但又沒有它那麼吵,因為車歪而已,不是頭被龍舟撞到 如果頭被龍舟撞到,那種路火,我看完 尤其是一個比較燥底的人,看完阿叔 看完整條影片,是特別伸同感受的 好,廢話說完了,讓大家看看,試一下車 算了,這次真的收貨了 又不是說收貨的,就是看看吧 如果可以買的時候,可以先檢查 尤其是黃色這個款,黃色看兩架都不行 但藍色看一架就可以 只要有意買黃色的觀眾可以先看 有觀眾有人問我,我以為你星期五會出了數碼路 為什麼會出不切呢? 其實一來,我本來已經錄了一條片給Discovery 不是,Lanova出的 但是呢 我去拿,就算我拿得切,也應該拍不切的 因為這兩架,黃色的掃把路,我看幾次 就是一兩部車,拿上手也要拿幾次 紅色那架S88,也要拿幾次 你不是說真的不煩嗎? 黃色那架好像是有看,還是有呢? 好像黃色那架我都再看過一下 還是沒有,我都不記得 總之兩架車,是吧? 我都拍不切了 好,那今集就先說這樣 看多一次,藍色的真的傳神很多 如果真的沒有特別,其實買藍色也夠做 但是真的喜歡黃色的話呢 那是不是黃色也不虛呢? 好,那今集就先說這樣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拜拜!